How is going everybody? Welcome to Chris and Holly,欢迎回到NZTC又叫GD课证专题 下一个问题,Evidence什么形式?要reference吗? Teaching philosophy可以作为evidence吗? Evidence的形式其实在学校大实习课件这个页面最下边是有解释的 像包括reflection,learning stories,observations,documentations of learning experiences,planning and assessment 那咱们具体来说一下 reflection的话其实在第一门课521或者531已经学过了 包括像stop sync change或者是smith这个两个模型都可以 learning story虽然没有学过具体的模板或者套路 但是谷歌一下noticing,recognizing和responding上面有很多的template的 observation在第二门课也就是621或者651里面其实都有设计 像包括running records,event sample,time sample 这都是观察的方法,自己可以看一下 Documenta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s,这个其实是包括像board story 小朋友做的手工或者是画的画,或者是一些个视频类型的文件 planning and assessment,这个其实学校也不会给一个具体的方法或者模板 我在第6门课也就是723a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 简单展示了一下我们房间我是怎么做planning and assessment的 这么多形式用的最多的肯定还是reflection和learning story 像我30个evidence的话就全是reflection和learning story 只有个别的lo是用两个reflection或者两个learning story 咱们后边会去说 要reference吗? 虽然理论上只有reflection和planning and assessment是需要reference的 但是我自己在写learning story时候也用了reference 主要还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吗?别因为一个reference导致lo不过 那就非常得不偿失 teaching philosophy可以作为evidence吗?这个是可以跟自己的VL沟通的 VL是visiting lecture 每个VL的要求肯定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定论 那我的理解是如果他给你的邮件里面是teaching philosophy和evidence是两个分开的两项 那你的teaching philosophy就不能作为evidence 那如果他没有要求你写这个,你写了就可以作为evidence 至于怎么写reference,这个真的得下点功夫 谷歌一个APA第七版里边关于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 一个作者,两个作者和五个作者是book,还是article,还是government document,还是website 那每种都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我这边就说三个,我觉得写后边的reference list比较好用的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学校的课件,它每个小节底下都会有一个阅读嘛 这个东西叫required reading 那他在他的菜单栏底下会有一个required reading reference list 那如果你的引用是这个课内阅读 就直接复制粘贴后边的这个list就好了 第二个呢就是谷歌学术,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比如咱们随便输一个education吧 这块会有一个小冒号,咱们点开这个小冒号,直接复制后边的apa 就可以了,这个呢其实是会有一些错误的 因为他有可能用的是第六版,或者是更早的版本 这块还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呢就是借助一些个第三方软件或者是网站 我这边介绍一个叫scriber,它不是个英文单词,可能不这么念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直接搜它的使用方法 正确率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下一个问题,evidence的形式,字数,全reflection,或者全learning story行吗? 形式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字数的话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大概250到500字之间 别太少也别太多 那全用一种形式写 我的理解是这8到10个evidence全用一种形式写 那肯定是不行 因为你要会写range types of evidence 那最少多少呢 反正我是这30个我只用了两种 下一个问题 大实习小时数的要求 我只能说现在的同学们太幸福了 我当时是每周35个小时on floor 每天要记录自己on floor的具体的小时数 然后每天签字 现在都已经变成打勾了 所以这个事就变得可以商量 跟谁商量 跟自己的AT商量 那有没有特殊情况? 有 就是太多跟太少 先说太多 就是多于7个小时 或者说让你按照全职标准 每天8个小时来做的话 就是太多了 那就可以多要点non-contact的时间 你说你要写你的evidence 要写你的作业 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太少的话就是少于6个小时 这样的话 因为全职标准来说 是每周30个小时 如果你少于每天6小时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全职标准了 你就需要再跟学校确认 说我每天做5个小时 或者5.5个小时 我ok 下一个问题 四次大实习是只用做一次under two吗? 两次可以在同一个房间吗? 最少做一次under two 因为第15个learning outcome 一定会在nursery做的 两次可以在一个房间吗? 一般认为是不推荐 不可以的 除非你那个圆只有一个房间 那这种情况呢 一般也会让你是有不同的年龄段去focus的 问题at不是我实习房间的老师可以吗? 那他怎么知道我? 怎么知道我的表现? 那谁给我签字? 首先你的at 也就是你的associate teacher 可以不是你房间的老师 有的小园经常园长就是at 那他经常不在房间吗? 那他怎么知道你可以问房间里的其他的老师 那他怎么知道你的表现? 我就这么说 都别说那些非常有经验的老老师 就是我自己 我去其他房间拿个杯子 跟别的老师说句话的时候 那reliever的状态表现 有个20秒吧 就基本上也能感受的八九不离十了 更何况园长还能问你房间别的老师 你的表现怎么样? 那谁给你签字? 只要是有全注册的老师 都是可以给你签字的 下一个问题 XXX是我的VL 听说比较严怎么办? 什么什么什么圆怎么样? 或者哪个哪个at怎么样? 这种问题就个人认为非常没有价值 非常没有营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即使真的有人回了你 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水平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水平 你也不知道这个圆 这个房间 这个at 对你们俩不同的水平 会做出怎么样的评价 再者说 假如真的有人说这个at 严 那你心里慌不慌? 他说不严 你还fail了 那是他蒙人 还是你自己不行 所以说这种问题 就还是 以不变应万变 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比什么都强 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at 不怎么指导我的实习和学习? 为什么我这16个小时不能都给我pay呢? 那这个就要先明确一个概念 你的at有教你的责任 但是没有教你的义务 责任是你问人家 人家回答你 义务是 多学点吧 多学点吧 除了爹妈 就不会有人求着咱学 而对于at 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保证房间routine的运行 是保证每个人可以各司其职 绝对不是指导你的学习 有时间人家歇会好不好 要说为什么不给pay 就要知道什么时候会给pay 那给pay 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 一个就是有空缺 比如说老师生病了 没来 很好理解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更好的人选 那要说人选 就要知道谁是更好的人选 谁是不如你的人选 如果有跟园长关系好的 已经合作了好几年的 跟小朋友玩的好的 或者是特别爱讲活动的 甚至是马上就要毕业 就要签合同的 那都是有可能先给他们一些更多的工作机会 甚至如果是跟你进读差不多 但是人家是local的学生 那也是要先给人家工作机会的 别觉得人家远长偏心 这是移民局的规定 那咱们是不是就垫底了呢 也不是 那跟外边那种第三方机构的高价reliever 得给人家一个小时三四十的比 咱们还是有价格优势 下一个问题都是关于缺勤和补小时的 一个一个说 如果生病了 羊了需要补小时吗 如果是你的field experience 也就是16小时的话 当周内你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比如说你之前是做周一周二 那你周一周二病了 你可以做周四周五 如果是羊了整周不来的话 你可以跟你的at去协商 用的词叫make up make up some hours next week 你这周不来 你下周做四天 一般问题也是不大的 那我自己的话之前也是会出现 在一个地儿做reliever 他book了我五天 那我跟我的at说 我这周都不来 那我下周在咱们园做四天 ok也是ok的 如果是你的大实习很不幸病倒了 那么你不仅要智慧你的at 还要智慧VL 还有学校的pasture部门 给他们发邮件 跟他们确认你的考勤 ok 一般认为一天两天的病假是ok的 最多三天 如果更多或者是羊了 那肯定是要补的 遇到长周末实习需要补吗 怎么补 那也是两种情况 小实习就完全不受影响 因为五天工作日 有一天长周末 还有四天可以安排咱们的小实习 那如果是大实习 认为是不用补的 因为这会认为你在全职 全职老师不用上班 咱们就也不用上班 怎么补前面已经说过了 可以用大实习的全勤来补小实习吗 可以用out of home center的 大实习的全勤来补小实习吗 他这个情况应该是说 小实习后边紧接着大实习 但是小实习的时候 比如说缺勤了 能不能用大实习的时间来补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小实习缺勤了的话 你用大实习来补 你大实习本身就应该全勤 那你如果用大实习的时间来补过来的话 那你最后还需要补两天大实习啊 那我也不觉得哪个AT会给你 尤其是out of home center的AT 会去给你签一个他都不知道的 你上周的attendance的表格 就不太合理 tutorial忘了怎么办 最好不要忘了是吧 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就是 设一个提前一到两分钟的闹钟 这样你就不会去干别的 直接就找link去进去就好了 如果提前五分钟十分钟的闹钟 那可能就去干别的 反而会忘了 如果真的忘了怎么办 后边说的话我就不负责了 大家涂个乐就好 如果你tutorial真忘了 而你后边的课程能全部pass 你去申请你的工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拿我自己举个例子 我自己申请我的研究生 申请我的open work visa 申请我的VOC 申请我的居民签证 到这儿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个签证要求我提供过我的 上学期间的attendance record 所以这一种可能才需要咱们的出勤记录 就是我的课程不幸fail掉了 而且我还需要续我的学签 这时候移民局可能才会问学校要你的出勤记录 而如果是因为我家里人生病了 我分手了 心情特别沮丧 那我完全可以给移民局去写信 来解释我的出勤 为什么低于了90% 为什么低于了80% 为什么低于了80% 我会想到这儿 都会有点老了 我会想到你 才会写的 你会想到这儿 你会想到你